嘿,如果你的兄弟睡了你的女人,你会怎么办? 相信各位观众的回答,一定会跟今天故事角色阿德一样,捅了他 今天推荐的这部动画《大世界》是能够在公共场合看的国产成人动画 它的尺度可大可小,完全取决于看的人能否看懂 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先进入今天这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不是人,而是一打浪人眼馋的百万钞票 这些钞票的主人是地产大佬刘叔的 他在今天夜里打算把工程款送给甲方 在那个年代网络支付还不发达,或者说还没有开通 于是,刘叔打算亲自去送钱,不过他却意外地发现 自己老婆跟最好的兄弟有意退 于是,送钱的活就交给了手下老赵去送了 自己去跟兄弟沟通沟通一下感情 老赵让工地的小张开始了送自己一程 结果小张却掏出了小刀打算抢走至一百万 他的女友整容失败,必须再去韩国一次 只要整容成功了才会跟他结婚 于是小张迫切了需要一大笔钱 钱丢了,老赵赶紧打电话通知刘叔 刘叔一点都不着急,不愧是做大生意的人 他立马打电话联系了一个做了十几年没有失手的讨债人兽皮 平日兽皮就是一个杀猪卖肉的 但是女友在美国留学,钱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迫不得已才会走成这条不归路 而拿了一百万的小张,此时已经逃到了城外 他可以断定之前来得不干净 所以刘叔肯定不敢报警 但是不报警的下场可能会更加可怕 他必须小心行动 偷偷找了一间孤僻的旅社住下来后 行动范围一直压缩在旅社附近 即便出门吃饭也得带着包裹小心翼翼 可是就是这幅太过小心的模样 引起了饭店内的一对情侣的注意 男的叫黄眼,他的胖女友是跟前夫离婚 看黄眼有点小钱才跟他走的 因为黄眼是做科研的 他发明出了一款可透视的眼镜 看到小张包里的一百万 急需研究经费的他也冻结完心思 所以在小张去网吧时 偷偷地用迷药将他迷晕 然后跟胖女友两人和我将小张给带走了 不过糟糕的是黄眼因为超速被监控拍到了 只要是在平时压根就不会放在心上 但现在他正在犯罪 所以难免担心会因为这件事而害了自己 于是被欲望充分头脑的他决定一度破坏监控 确保自己万无一失 可是天公不作美 在他用锤子破坏监控的时候 却意外用力过猛 导致被不知道多少福特的电压给电晕了 整个人就这样生死未卜地倒在他地上 现在这笔钱大刀了胖女友手上 本来就不是全身心的矮着黄眼 现在钱还能被自己掌控 又一个被欲望给蒙蔽双眼的人 卷落了这百万钞票的争夺之中 在没有彻底逃离这座城镇 以或者消费掉时 这钱永远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随时可以要人命 而在帮女友带走了钱后 小张也从昏迷中醒来 他在车上找不到钱 赶紧跑回网吧 而在昏迷之前 他已经登陆了自己的聊天工具 正好在他被黄眼带走了空机 讨债人兽皮也顺着IP找到了小张 于是利用小张的账号和女友聊天 说自己有了钱想要约他见一下 这样兽皮就可以利用女友来威胁小张妥协 兽皮行动会尽量过去杀人 不让自己牵扯太多的麻烦 可是他却不了解小张女友 因为灰龙早就不出门了 但想要了解小张为何有钱 还是让自己的姐姐去看一下 所以这一百万的纷争 又加入了两个新人 姐姐和他的男友 但可惜的是 这两个倒霉蛋连一百万都没有看到 就被提出举了 因为他们同样被欲望给重昏了头脑 打算挟制小张抢走一百万 在他们认知中 小张那种人即便被抢钱了 也不敢声张 况且他们也认定这钱 绝对是不敢进的 小张没有那本事赚到钱 结果来到指定地点 就被兽皮给抢晕了 而情形后的小张赶回网吧 就看到了兽皮留下的信息 他着急的也敢去指定地点 两人终于对上了 不过钱却早就不见了 小张很轻松的就被兽皮给撂到 眼看这小子真的没有带钱过来 兽皮就连细流书汇报情况 谁知道小张却有胆在这个时候偷袭 虽然成功了 但也被愤怒的兽皮走个半死 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兽皮没有拿到钱 只能让牛书过来接人挠付钱 在等待过程中 不明许久的黄眼 却被一炮狗尿给撕醒了 失去所有线索的他 本来案例是要退出这场纷争 可是好巧不巧的是 他正好路过了小张来到了旅馆 还看到被开走了那辆车 然后再进去询问 得知了确实有一个带包的小伙路住 眼睛的高科技能力 让黄眼只剩一了冒险 现在的他已经满脑子都省了百万钞票 他本来也可以拿这个专利去换钱 但是心思缜密的他 担心在这混乱的社会 专利前没有拿到 自己的专利就已经被人窃取了 所以只要自己有钱 会王腾达指着急迷不在话下 一个搞科业的人 为了自己的梦想 竟然干过了从事地下行业的兽皮 他扛着受伤的小张走了 房间只剩下兽皮喘息愤怒 但最后还是脸受着身上的疼痛 斩了起来 然后驱车打算 追杀黄眼还有小张 而现在一百万能就在胖女幼的手上 只是他担心自己的安全 希望妹夫可以送自己出城 只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没有人会找到这一百万的下落 可无奈妹夫喝醉了酒 只好让自己朋友老赵帮忙 而老赵就是一百万主人刘叔的手下 兜兜转转 这一百万又回到了原店 胖女幼不认识老赵 所以并没有慌张 可是老赵却认得装一百万的包裹 所以两个人就在车上打了起来 混乱忘记了此时 还在开车的状态下 果然他们就这样静止地 装到了一辆迎面而来的车辆 双方似乎都失去了意识而没有下车 更巧的是 这个车户现场就被赶来准备 见小张的刘叔给看见了 他认得老赵的车 所以想要去看一下情况 其实赵要区也被一辆红车给撞了 而开红车的人则是黄眼 看着自己老板在地上抽搐不已 生死未不 手下他得力骂去找黄眼有个说法 两人本来情绪就不在状态 所以没疑惑就打得起来 按理来说 黄眼这种体格真的不够人大 但谁知道 黄眼的发明可不单纯 是透视眼镜 他还偷偷研究制造了机枪保护自己 所以阿德成了第一个明确死去的灯 老赵还有刘叔 小张那些人死没死 都还说不准 现在黄眼从这些车中 找到那百万钞票的包裹 在那敲打窗户 想要拿出那些钱的时候 从旅馆追杀来的兽皮 也赶到了这个车户现场 然后恶话不说的 直接撞向到黄眼 两个人痛归于尽 死得都很难堪 一百万而应急地纷争到这里 终于落下了帷幕 因为所有人都死了 只剩下小张这个始作俑者 还活着 但是等待他的 也是法律的制裁 因为警察来了 故事结束 我知道看完后 有很多人还是处于懵圈状态 因为里面涉及的人物 确实太多了 而看到的人可能会觉得 诶 可这座哪门自成人动画 不就是用巧合 而凑成了一个虚拟动画故事罢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所蕴含的深度 却让人有些不寒恶力 并且他所体现出来的巧合 才是造就这部动画 被推上一个高度的奇异原因 那就是荒诞性 和超现实的魔幻性 如果大世界用真人来拍摄 那么根本无法体现出那魔幻性 因为只有动画形式 才能将这魔幻性给彻底放大 回到故事内容主线 我来说说 在我眼里的大世界 是个怎样的动画 如果有说的不对 还希望各位打倒点评 不要骂我 好吗 这是导演刘基 每天工作十小时 差不多持续了三年 才创造出来的成人动画 而这也是被很多人 拿来说识的一个要点 因为一个人很难创造出 懂而优秀的动画 虽然我也承认大世界的画风 略显粗糙 可就是这粗糙的画风 让我爱得不要不要的 因为故事的地点 被放在咱们国家中的 边缘地带 也就是属于发展 比较相对落后的城镇 这可以让观众使你几近 感觉仿佛 这就是自己身边的故事 随着爱的人物构造 则能更加地感到亲切 因为完全就是 我们市井随处可见的人 而这些人全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以金钱至上 而他们想要的金钱原因 也很简单 只是单纯地想要完成 心中的那一个小梦想 如果单独把里面的 任何一个角色拎出来 你就会发现 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 他们而改变什么 更别谈他们这些当中的人 可以改变世界 但就是这些小角色 全部放到大世界中 然后找问出不是人的主角 整个故事 就完全非常贴切 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这些角色 都是因为金钱和迷失的 他们贪婪 或者暴力 亦或者虚伪 全面即使你没有办法说 哪个人是绝对的坏人 因为所有角色直播 是想通过这100万 来获得拥有 主宰自己命运的机会 没有看到前的小情侣 他们拿到100万 竟然只是想要去相隔里达 而黄烨想要用100万 去搞科研 这类科研采用了 反现实的手法 因为黄烨的科研灵感 全都是来自于 电线杆的学家广告 但这些骗人的脊梁 却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全面剧情结束后来看 似乎兽皮 好像对这100万 没有任何想法 但这就是观众的错误理解 因为 他也想要拿到这100万 给女儿留学读书 从最后 他的疯狂 残忍的杀死黄烟 可以看出其实兽皮 已经压抑许久了 大世界中的所有角色 其实 都没有逃脱命运的控制 影片中讲到了 宗教的对立 到底佛和上帝 谁更厉害 这些话题 如果给文学者 他们来商讨 可能可以三年三夜不睡觉 还得不出一个结论 但是如果给大世界中的 任何一个人来解答 都只会有一个答案 他们再厉害 都没有那红色的毛爷爷厉害 牛叔虽然是 这些角色中高度最大的人 但即便已经摆脱了 物质的渴望 他能就没有在精神上 得到升华 因为 他总会挂着一句名人的话 可却总是忘记 是谁讲出来的 看完这一大堆位后 你或许就能明白 其实 大世界所想表达的 就是我们这些市井子民 别谈什么狗屁梦想 所谓的追逐梦想 不过就是在追逐金钱 因为金钱永远都是 无需无止 欲望也是永远无法满足 我们所能幻想的美好生活 开上跑车 住上别墅 等实现之后 你会发现 还有更好的美好生活 虽然表面核心 谁在说追逐金钱 但其实准确来说 应该是追逐不到的金钱 一百万就在眼前 可他却虚无缥缈 让好多人为他丧命 最后的结尾 虽然是警察找到了小张 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如果假设 这件真的被他给带走了 命运 真的可以被改变吗 给女友整弯弄后 他能就是那个 不会赚钱的小刺激 与其成定幻想 自己能够突然飞黄腾达 倒不如好好提升一下自己 影片不完全局限于 在如此沉重的话题 就像开头我询问的问题 黑色幽默在里面到处充斥 在压抑的氛围下 你同时还能感受到乐趣性 强烈大家去观看下原片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除了开头的问题 想问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真的拿到了一百万 你会用它来做什么呢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说明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